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表演收拾就順便出一口 好 生下奧比溫 奧比溫 奧比溫的支持者 反對派 怎樣塞斃 反對派 沒有 你覺得那個 留在這裡先拍一下 很多東西的邏輯很混亂 我只是說一句 我只是說一句 最後的劇情 他由第二集到第三集 他去了那個 一個很Cyberpunk的城市 那個騙子 本來騙子的人 給了他一個地址 我罵他照相反 他無路我走 走了去那個 一個方圓的星球 給了他一個地址 那個地址是 nowhere 是一個開礦的地方 是一個開礦的地方 中間 他後來就放棄了 認為應該被人放在那裡 不相信 走了 上了一個信封車 OK 接著 白兵 撞到一群白兵上車 第一批 很傻子 白兵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是啊 怎麼會呢 因為你上一集 已經展示過那些獵人 是可以有那個3D scan 馬上看到他的樣子 在他手上 但是那批白兵很低級 沒有那個東西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整天幫他這樣圓方 其實第二組白兵就聰明了 那隻遙控的Drop 就走來照他 因為發現他是奧比溫 第二批 你這個劇情不明白 但你這個劇情沒有理由 你一時間 你就可以把那個Message 發給所有的當場 你如果要這樣圓 就是幫他這樣說話的話 你唯一就是說 因為那幫人接近 因為當時在那個星球裡 那幫獵人 所有的獵人 就在他附近 所以那個Data就可以 接收到他的樣子 是 接著這個星球的白兵 就接收不到 但是你每一下都要我幫你這樣解說 行 但是一向Star Wars都是這樣的 你記得 第四集的時候 老了奧比溫 對著沙兵說 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他催眠他 他應該這樣做 是啊 但是也沒有辦法 他就是沒有種做 所以呢 但是後來 你說那個假Jerda 哄他們的星球 其實第三集的沒有解釋 就是後來 阿里亞是逃掉的 但是問題是被阿赫 串劇 的 被阿赫妹 撇下了那個人 就是他是有人接應他的 不是 我明白了 所以我不是在爭論 那樣整個故事合不合邏輯 我是在教每一段都有東西不合邏輯 就是他接得不漂亮 我不介意 我不是在說這套是科幻劇 還是他本身的故事寫得好不好 嗯 而是中間的東西不合邏輯 就是 你一不就第二集的時候 不要展示給我看 那些 那些Bounty Hunter 可以收到OB-1的樣子 嗯 嗯 你剛剛才展示給我看 你的Bounty Hunter 直接看到他的樣子 到了第三集的時候 那些白兵不知道OB-1是什麼樣子 那麼你這兩件事情 是不是令我看得很不舒服 嗯 好了,接著 等一下,我先插一句 先插一句 大大哥在講解的時候 在玩人體奧妙展 正負兩批 人體奧妙展 對啊 這個是一個Figma的SP142的人體骨落 還是肌肉 我還以為是進擊到巨人 都像喔 人體的肌肉紋理的公仔 對,我都不懂得怎麼說 喂,其實真的 是不是巨人那些來的 這個其實 不是吧 你待會停了debate 我插幾句了可以 這一隻就是Figma的SP142 主要其實都是介紹整個人體的模型 其實大家都經常性在一些醫院啊 診所啊有見過的 Figma很活該 他又將整個東西 將它變成一個可動的Figure 那你見到其實 他會用了一邊是骨落 一邊是筋肉造型 去給大家看回其實 究竟一個人體是怎樣呢 那你會見到一些主體 其實是用了這個透明件去做的 再滲一些紅色的線和紋理 和當然是一些骨落的筋肉組織 整件事就這樣出來了 關節因為他都是要仿骨落 用了白色來做這個關節位 那當然其實如果你是有時間的 其實夠薑有技術 你可以將這些筋肉再用一些紅色去滲 那其實整個人體會更加出的 那上色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本身整個人 很有透明感 是啊 因為他本身主要是用透明做的 所以變成了其實整隻東西 對於我們這些 事不鬼最喜歡玩東西的人來說 這隻東西是中到認一認的 那當然 又再吐槽多一點 所以其實我現在就在找這個 背仔的SP版 那有時間我都會出去這個 延遲點或者信和 看看有沒有辦法入圖 是啊 我看Figma 我真的累了 我現在才知道Figma 是有出衣服 它有一套很漂亮的 是類似冬天風褲 加這個 三角骨的短褲 只賣是200多元 就好像 但我不知道出了貨 那套衣服嗎 是啊 那套衣服很帥 連公仔是四個的 好像訂五個 可不可以傳連結給我 讓我留意一下 那些叫FigmaStyle 我也是在Carrusel 塗FigmaStyle 好像收了訂 但我不知道出了貨 但那套很帥 我覺得 真的要研究一下 對 還有如果三角和褲加起來 都是兩塊 所以我覺得值得 FigmaStyle 是啊 你們可以繼續 是怎樣 太多東西 太多 要罵 真的太多東西 如果你看到Classic 那些更多反學位 是說真的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不是 Star Warsfans 得那麼厲害 如果你是70後出生 你看不到你 就一定有 有位給你借 不知道怎麼進去 這幾個 因為這套 沒有Fans看 就 成懷 反正是 其實我連看 Bow-Bow-Bow 就是這麼多人說不喜歡 我知道Bow-Bow-Bow是不好 我都可以拿得到 但我也沒有看得那麼生氣 是嗎 這套我看得很生氣 因為 你不是 你不是當人白癡 我亦都相信他不是白癡 他真的很懶 懶得不得了 劇本這麼多反駁位 他沒理由不知道 還有我查過那個導演 好像是亞洲女人 他也不是昨天出生的 他有很多 他那個IMDB是很豐富的 他拍過很多電視劇 即是當中發生過什麼事情 除了懶得過 扯過之後 我想不到其他答案 因為你不是沒有預算的 大哥 他有很多預算 你看他 他跟他臨時演員的數量 是十倍計的 是 你看到 你看到 是隨時一套電影級數的 演員在那裡 而Bow-Bow-Bow-Bow 是真的像愛媒家 來去都是十多人 還有 既然他這麼有預算 還有一件很不滿意 就是很少外星人 很多人類 以前看電影 你們看四五六的時候 感覺是 很豐富的 很豐富的 即是人類其實是少數的 你感覺是 但現在人類是絕大多數 很懶 那感覺 少了一些 例如Fat 你看到那隻豬的Gammerian Guard 之前電影是 連一身都是有化妝的 即是一個很大隻的豬型的人 不過Fat 那兩隻Gammerian Guard 其實是兩個很大隻 比較肥肥的一個男士 又大個豬頭 那就算了 我覺得整個設定 很多星人都覺得很對 那個感覺 那個星球根本上是沒有人處 只有白兵 然後呢 你兩個人的樣子一看 如果你說 你不需要知道 OB-1是什麼 是誰的樣子 你大概知道 你大概知道 他還要打扮 整個Trader的打扮 你可以這麼說 第一隊白兵 是一道不合格的白兵 就像你們白兵那些 電影師的人一樣 第二隊的白兵 就是比較厲害的白兵 就發現 不過其實 正常 他只是營造氣氛 我知道 我知道 氣氛上來說 我不是 我覺得他是 怎麼說 他只是營造氣氛 但他中間 所有的邏輯 完全是 刺豬不利 他想造少少少 就是一個老人家 帶著孫女的感覺 因為OB-1在電影裡面 就穿了鍋 對著阿里亞 這個也是很大譜 有沒有搞錯 你為了做這個劇情 完全弱化了OB-1那個 好像是老人家 就是了 你弄到他好像老人家 我明白你想說 他是 就是 那個關係 還有他已經可能 但未去到這樣的地步 還有這個劇情是很舊的 就是不小心趕別人的人名出來 這個劇情是很舊很舊 你還要是OB-1 就是 你已經上次 把Luke Skywalker 弱化 以及將他 不是叫黑化 總之 將他本來是一個正面的人物 寫到他變成一個很頹 很扯的阿伯 已經被人罵了這麼多年 第八、九集 已經被人罵了這麼多年 你這次對OB-1 你也是這樣對發 我已經不是一個星星的粉絲 我都覺得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因為我是Evon McGregor的粉絲 但是 我也覺得 你不是這樣寫OB-1 你還要是主角 上次就說 你是主角 所以你把Luke Skywalker 寫弱一點 來遷就他 你這次OB-1是主角 你還寫到那個弱智 你可以犯錯 你不要寫到他 犯了一個 不小心說了一個小女孩的名字出來 這個錯 我已經不說了 當初有什麼理由 找一個通緝犯來救我小女孩 你還不夠犯 整件事的邏輯是差得很厲害 所以我 為什麼我這麼醜 我說了 我是看得很醜 我是想捉一個導演來打 真是 很奇怪 你看到 你還要有空 拿他出來 蛤? 是啊 真的 我想找人出來解釋 這壹事 真的 沒有理由 然後 我再說一場 你抓了第二隊白兵 然後出來的時候 突然被人背後射死 是不是 被那個假扮 對 整件事的邏輯就很奇怪 幾個小時前 這個女軍官是單獨來應約的 然後現在就不知為什麼 他上了一群白兵的車來找你 要是他就想要殺那群白兵 這個女軍官到底在裡面 潛伏了多久呢 他一次過就 摧毀了自己的 cover 他回不了頭 你可能劇情 可能 skip 了 你猜不到你女軍官會用什麼方法 去令白兵 就是了 就是了 就是 他將所有東西 你都要幫他去補完 你什麼都要補補 你什麼都要補補 你看Top Gun 你看 大家都是懷舊 大家都是 將過去存在的人物再補回去 你看Top Gun 你不需要補補 他什麼都要解釋給你聽 人家只有兩個小時 是啊 他連那些G-Force 那些Hard Plan 那些都解釋給你 就是了 你這次的Obi-1這個 你的劇情已經不是複雜了 但是也有幾十個橋段 是需要補補的 你不知道怎麼補補的 我還可以補補 我還可以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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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說回Top Gun 說說讚的 因為Top Gun 其實Tom Kool也有解釋過 為什麼到三十多年之後才拍到第二套呢 其實那日直直是無法用一個合理合情的劇本去緣補 所以你可以解釋到為什麼Top Gun 就是告訴你 那個Pacing 以及所有的橋段 只要合理 觀眾就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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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其實很多關於戰機的資訊 有些professional出來是反駁的 例如G-Force 就是他已經爆炸了 他已經爆炸了 但是你看 我看電影其實我不是駁鼓 我只是要你的鼓不要駁自己 就是我相信的 你說有飛機可以這樣飛 衝出太二層再飛 插進來 你說我就相信的了 就是你Top Gun 你的Mission 是不是可以這樣衝上去 然後 就是 可以這樣繞上去 又馬上衝進去 我怎麼知道飛機可以這樣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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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異看而已 大哥 但是他這樣說 我相信 我不會和他 我不會駁你的 問題是Star Wars 就是他自己駁自己 他就是想你在節目裡面不停提Star Wars 我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我們那些垃圾KOL 不是罵這些給別人看而已 我沒有所謂的 你不停說 他已經賺了 我都已經沒說 你那個Layer 有什麼理由十歲 找個好像七歲的女生來演 十歲的嗎 他在劇裡面 對於女同的見解 我又沒有你這麼精準 他說十年後 但是 女生化育得最好的男生 有什麼理由女生可以七歲 可能一年後就很高大的了 沒錯 我也是這樣想 我就是想 因為他們每一季 不是隔一年的 所以他找個特別小一點的女生 就因為下季 難年氣 如果不是你找個十一歲的 下一個月可能變成十四 就好像Stringer Things 所以我 這個我原諒他 但是 我覺得那個女生演技 真的是一般 不過大家要理解 其實《Walker》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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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夠小時了 八點半了 是啊 今天有定 拍完撿錄影 八八九九了 今天人不多 但是氣氛不多 都有整四百萬人 還有你作為一個Star Wars fans 你不覺得其實 Dark Raider和Obi-Wan 應該不應該在這個中間這個時間會相遇的嗎 他當初好像是 在第四集才會相遇的 其實應該 他希望他第六集會交代到 其實Obi-Wan是閃走了一段時間的 即是他這套原始題應該就 再停了 下次再罵了 我們拍這個今晚 這個六汗 這個六汗 我還沒罵完 我還想罵 你可以帶我咖孔來罵 沒有對手不過癮 拜拜 你請我來辯護 辯護律師